很強 大家畢竟大家都知道我的前男友 我對他就是有點一見鍾情 你爸 那一位 是是是 是他們邀請 對 他們邀請我拍片 然後我第一次就是遇到 很好笑 很幽默 然後很ㄎㄧㄤ的人 然後我就覺得 哇 我太喜歡了吧 然後我就會 偷偷用我的一個招式 就是我會一直看著他的眼睛 然後跟他互動 然後一直笑 像這樣 偷偷放電 就笑笑的對他放電 立東 如果你遇到欣怡的對象 你會使用什麼樣的招式 我跟你講欣怡的女生 其實女生如果對男生 其實他不用講太多話 有時候一個動作就中了 懂了 因為男追女隔層衫 女追男是隔層衫 女生就是你要 那個視線就是要有一點往上看 讓男生覺得你在崇拜他 小狗眼 然後重點是吃飯的時候 如果你拿一個 隨便拿一個 譬如說你拿一個湯匙 你生母在吃飯有沒有 你叫他示範 你出來吃一吃 然後你要講的是這樣嗎 然後他這樣咬住含住看著你 就中 不信你這樣 憲哥你問他問題 然後他就說 真的喔 我圓桌衣服好 你看 你中 他不用講話就中了 憲哥 憲哥你那個太虧了 對 他也沒幹嘛 想要跟你拔 他真的沒幹嘛 就中了 這個有道理 來 蘿莉塔 我覺得這些新妹他們的招數 完全不行 他們招數完全是 我們老妹不要 我們是攻男生的上半生 攻男生的心靈 對啊 我們一輩子都交往不到 是不是 這樣就是心靈很富足 但反正我的招數就是呢 出去約會吃飯 你一定要看 譬如說像我之前有一個暧昧對象 他居然是吃素的 我那陣子為了他 我真的都吃素了 我都跟他約吃素的 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 你一定要讓男生送你回家 但送你回家 不是說開車很快把你送回家 你要跟他說我想要散步 你們就可以聊很多的東西 你就可以聊到譬如他的興趣啊 你可能可以了解他的家裡 提關卡的密碼 對啊 提關卡密碼 包包帶著那個 炸貝集團 都可以問一問 這個叫 這個叫談心 要談心 我跟他男...我跟男談心 蘇玉說得真好 愛上一個人並不可怕 愛上一個人的缺點 那才叫要命 真的 你的屁 好香喔 對 天啊 不是這樣啊 所以我們就來進行 來 各位 我們現場就是要call out 給男藝人 好 男藝人讓你們自己選擇 配合配合 對 沒問題 我給兩位出個難題好不好 錄影師差不多 然後就約他到攝影棚裡面 來見面 我們就從中山地出發 好 好不好 你打給誰 那我現在先約 因為要說瑟貝 又色又鹹的 真的 真的 我身邊有一個 你也知道 扎到一個不行的 就是李維鋒 不是 他真的很有聲 他每次 扎到不行 他每次 因為他一直在拍到 那一大堆女生啊 跟內東他一大堆飛紋的那一首 我不一樣 我沒有扎到不行 你都已經在這裡了 我開車扎到不行而已 我其他還好 OK 我來問這個 我來問這一個 喂 李維鋒 幹嘛 你聽得到嗎 你那天好吵喔 因為我在居酒屋啊 你在居酒屋 沒有 沒有 因為我就是現在那個在三立這邊 我在大熱門 然後我就想說 等一下要收工 我們要不要一起去吃小野 一定要嗎 喂 什麼意思啊 你又沒事 你閒成這樣 不是我們兩個人 吃GG舞有什麼好吃的嗎 我是覺得這樣就是 我們兩個是蠻怪的 主要沒有啦 主要是我就是 我有事情想要拜託你啦 我想要請你幫我寫歌 還是我給你維里安的電話 你可以打電話 因為 而且因為我想要寫這個是有意義的 因為我最近有一個 對我最近有想要跟一個男生告白 然後我就在想說 要怎麼做會比較特別 那我跟你說 塔這樣子 唱歌跟他告白 我覺得 太麻煩了 我有經歷過很多那種 很不好的事情 就是我有 都是親身經歷過 好啦 所以我現在可能也是需要 重新經歷過一次 才有辦法再幫你 不行是不是 吃宵夜啦 吃宵夜啦 要不要吃啦 好啦 你如果想吃可以啦 你要在哪裡吃啊 看你啊 不是啊 我在電視台你當然要送過來啊 待會可以過去 我是UberEat是不是 還是 我看起來很閒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你這個人好難聊喔 你真的超難聊 好啦好啦 不然待會兒我去東區跟你會合 我等一下跟你聯絡 好 好啦 好 好囉嗦 他好囉嗦 他好囉嗦 這代表了一件事 因為他們兩個真的很熟 太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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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熟才會互相講這樣的話 是這樣子沒有錯 但他也太難聊了吧 她處理下去這個不錯 不行啦 她處理下去是 太多表姐妹了 不行 喂 我都不知道不行 哈囉 不行啦 情感這件事 就好像在標會 就看看到底 最後誰收了委會 誰得了 人生有更多月曆 你讓她去玩嘛 玩到最後回來 蘿莉塔還是最好 馬上來寫一首歌 妳是我的 誰要這種歌 我得 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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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這麼 還要這麼歡樂的那個頂級 哪有哪有哪有哪 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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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妳搞不好接到金寶山的代言 好像滿好的 好 這個我們放分數在心裡 好不好 好 好爛 你的同弟嗎 打給誰 我要打給鐘哥 小鐘啊 對啊 獲勝的是林鄉 小鐘哥一定會來吧 對 選人 我一定會 選他 他很照顧我 有約妳出來嗎 我等一下就要約他了 OK 我等一下就要約他了 立約 喂 鐘 你在幹嘛 我在看電視 你在看電視 因為 對啊 我現在就是剛錄完一個通告 然後等等晚點的通告有延遲 然後中間有空一個小時 肚子有點餓 你要不要來三立 找我吃宵夜 妳說 找妳吃宵夜 要嗎 你說現在嗎 對啊 現在 要嗎 可以嗎 可是我今天外景 我現在在淡水耶 我現在餓掉可以吃掉你 吃掉我 你喜歡吃肉鬆的 我好緊張 等你啦 等你來啦 等你來 等我幾點啦 我心情不太好 怎麼了 你怎麼了 蛤 我偷偷做了一個選擇 而你就是我的那個選擇 你要跟我借錢喔 哈哈哈哈 嗯 嗯 不管啦 只要是你來就可以了 我真的 我今天剛好有工作 真的沒辦法過去啦 真的啦 反正是我淡水阿傑給你吃 是不是 阿婆鐵蛋 好 那是不是林莎約你啊 是不是林莎在約你 是不是跟林莎在一起 對 我跟林莎在約會 是嗎 我林莎 是嗎 我林莎 我很久沒跟她約會啦 我根本就很久 很久沒看到她啦 好 就當時陸大任 你們所有遇到 很久沒遇到她了 那下次再約 好啊 好啊 對啦 下次啦 你工作搞不好等一下就開錄了 好 好 好 沒關係 蛤 色配 OK 拜拜 你覺得你也這樣弄掉 失敗 慢了 我必須要這麼講 這一邊她約的是用 對啦 你們根本無色無害的 是沒有錯 對啦 老妹就是這點厲害嗎 真的 朋友就是老得好 真的 在打 有一天 木蘭一回首 突然間在某一個異鄉的地方 蘿莎妳怎麼在這裡 啊 妳也一個人在巴塔亞 唉唷 這是什麼時候 我們就這麼浪漫的地方 我們一起喝個椰子汁 或者摩托 就坐在 然後 今天晚上有一部電影 一定要找妳一起看 唉唷 好不好 浪漫 很浪漫 泰國 泰國版 她用泰文發音的